警員向人群怒起防保槍 警方制服多人 在旺角朗豪方 夜晚都有人聚集 並且破壞商店 防暴警察進入商場 拉早幾個人 商場暫停開房 夜晚7點多 有黑衣人去到 暫停營業的星花黑咖啡店 向店內倒垃圾 有人打開雨傘遮掩 用錘仔敲擊店內的設施 並且訂閘物 破面亦都被噴上粗口字句 全雙玻璃碎壞 亦都有店舖落閘 商場廣播說 因為有公眾活動 要暫停開房 防暴警察其後進入商場 有警員舉起胡椒粉漬戒備 拉了幾個黑衣人 有警察離開時候 曾經向在常人事舉槍 有人向扶手電梯訂椅 有人被噴送停營噴劑叫清洗 而上場的保安說沒有報警 夜晚有人在沙田新城市廣場聚集 商場裡面聚集 有人在圍欄掛上橫額 以及在牆上貼上反修例海報和便條 在不同樓層都有人指罵和包圍華爾便衣警員 不少店舖拉閘營業 在十幾分鐘之後 大批防暴警察到場生活 手持防暴槍戒備 去到大約八點 防暴警察開始撤退 警務署署署長鄧 現場都有大批人沿著尼敦道 向蘇士巴里道的方向撤退 剛剛警方在尼敦道 撤退過最少一倍催淚彈 看到在左邊有人舉著一些黑色的騎士離開 現在在右邊的畫面也有防暴警察 折查著一個穿黑色衣服的男人 而今晚警方都沒有採取封路措施的 但剛才有大批人就由海旁的位置 遊行去到尼敦道 並且堵塞而巡了交通 其後防暴警察去到現場作出驅趕 仍然有人要離開 停留在蘇士巴里道的路口 最新防暴警察都舉起了藍旗 警告現場罪殺的人是屬於非法集結 一架石坡有人向警員訂雜物 警員舉起防暴傷戒備 並且舉黑旗警告發射催淚彈 再在尼敦道來回行車線組成防線 舉藍旗警告現場人士 之前被制服戴著手套的黑衣人 被鎖上手球 防暴警察之後撤退去到尼敦道 夜晚7點多 一批人在海港城入面遊走 有店舖三盤和收起船槍的金星 人團繼續在商場入面聚集 之後有人向綿衣警員推撞和訂雜物 有綿衣警員私放胡椒噴劑制 制服多人 防暴警察到尚生活 有警員向人群舉起防暴傷 防暴警察報告 防暴警察都舉起了黑旗警告 叫現場人來離開 否則會自防出衣衣 至於這一批黑衣人 也都在剛才的時間 曾經在尼散水海旁和尼敦道一帶遊行 在尼敦道和尼敦道交界的交通 最新一批黑衣人也都在尼敦道上面 捉起了遮陣 三公司 誰駱密研究 我認同 可